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教材所说的基本设定原则 现在讲讲对准点的选择 移动或者相似的部分 一般不优先考虑作为对准点 屋顶或者建筑招牌常常是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以这个塔尖作为对准点试试 把准心对准塔尖 构头上也大致没问题 在选择完对准点后 我们需要根据对准点 在运动轨迹的起点 中间点和结束点分别拍三张图 这样可以让你预估出成片中 镜头摆动的幅度 这里是三张分别在三个关键针位置拍摄的图片 通过快速查看 可以想象出成片的镜头摆动幅度 确认符合要求后便可开始拍摄 在完成前期的拍摄后 我们需要通过后期对序列针进行处理 严谨的前期可以大大减少后期处理的工序 后期也可以弥补前期拍摄的不足 那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下大发微延时中 一些常见的后期处理技巧 首先打开A1将序列导入 如果拍摄中途有做删除的动作 直接导入会提示缺针 需要勾选按字母顺序排列 防止中途有控针 导入后我们用Camera Raw对图像进行一些处理 可以根据需要调节高光跟阴影 以及清晰度、饱和度或者色温 分色调节也很有用 比如我们可以调节花桥屋顶的色相以及亮度 又或者让蓝天更蓝 可以使用镜头校正 微调主体的形状 还有按角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画面是动的 不太建议使用笔刷类调节 因为一旦主体位置变了 颜色就会不对 更多使用方法可以搜索我们对Camera Raw的介绍 在序列导入后 我们新建一个合成 按下小键盘上的0即可预览整体的效果 在A1中滑动滚轮放大图像 通过观察被设主体的边缘 不难发现前期拍摄存在轻微的抖动 我们在前期拍摄中应尽量避免 这时需要使用A1自带插件进行优化 在特效搜索框输入WARP 找到变形稳定器 应用后 软件会先对序列进行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 稳定器只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防抖 如果前期条件允许 还是尽可能拍好些 分析完成后 按小键盘的0看看效果 基本可以接受 我们对比一下稳定前后的画面 通过以上的方法 可以让你拍出基本令人满意的常规大范围延时 接下来我们还会分享其他类型的大范围延时技巧 敬请关注